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 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充分估计量的观念 我们曾经提到说 一个点估计需要满足 大概四项的一个检测的标准 那么其中有一项的话呢 叫做充分性 sufficiency 这是比较难以了解的 那我们这边慢慢的来说 充分性 就是说 这个这是一个估计量 假设它能够充分的表达出 样本资料中的话呢 有关于母体参数 θ的一些资讯的话呢 我们就称它为充分估计量 这听起来觉得 好像很不能够理解 那么这个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 我们能够充分的表达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 明确的一点定义呢 有 再看下面这个定义 现在我们说 假设有一组可以描述 母体参数 这个叫做θ的一个随机样本 那么我们现在定了一个统计量 叫做y 新的一个统计量啊 然后如果说在一个条件几率 在y等于这个的前提之下 小y的前提之下 那么前面这个地方 x大x1等于这第一个数字 第二个数字 第三个数字 一朝第N个数字 这个条件几率 假设它跟θ无关的话呢 则称这个y是θ的充分估计量 各位同学看到了这个定义之后 一定更觉得更悬了 因为更加的难以了解 那么我们要了解 什么叫做充分估计量 其实我们透过一个立题 然后我们慢慢的解说 同学会比较了解 那么在这个章节的话呢 其实有大部分的商用统计学 其实都被把这个充分性 可能都把它删掉 因为它这个地方 涉及到了后面 有很多有关于数理统计 的那些观念 来我们来看一看 充分统计量的一个立题 假设说 x1到xn 它是波努力实验 是什么意思 不是成功 就是失败 叫做波努力实验 这里有n次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这边定义 假设说是x1是什么意思 di次的话呢 实验 假设成功 我们就给它一个1 假设失败 我们就给它0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附注一件事 成功的几率是多少 p 波努力实验 这边告诉我们的 这边告诉我们是只有两种情况 不是成功 就是失败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辅助一下 p加q是多少 是1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新的统计量 这个统计量是 我们的统计量的统计量 这个1或0 我们把它总和起来 这个是不是它的充分的估计量呢 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充分的估计量 这个估计量是否能够充分的去表达 这个1234 它在这里面实验的成功跟失败的一个过程呢 其实是可以的 如果以n次来说的话呢 各位同学看 假设 它这个数字假设是小y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这个几率是多少 我们大概可以估计一下 我们的估计p是多少呢 有n次里面会成功几次 会成功y次 是不是它是一个估计量呢 我们预估上来说是的 因为它这个数字 y等于y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成功y次的意思 那么加起来的话呢 是不是就是y 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 我们刚才那个定义 那个条件几率是怎么说的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条件几率 在y等于y 就是总和是成功y次的前提之下 每一次个别的话呢 它不是1就是0 1就是0 1就是0 像这个的 这个的 它的条件几率 那么我们算下去 是等于什么呢 各位同学要记得条件几率的话呢 就是在a发生的情况之下 b发生的几率 这边就是p 底下的这个 上面那个是什么呢 是两个交集 各位同学你要知道交集 这边就多一个要求 就是联合的几率 这个我们直接算下去 现在我们继续看 y等于y 就是代表是 我们总共是成功几次呢 y次 他们没有任何的限制条件 它就是成功y次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二项分配 成功y次 n次里面挑y次出来成功 p的几率 的y次方 q的 这是n减y 再看上面 各位同学看一下 上面的话呢 这边本身就已经有 y个在里面了 那所以他们本身来说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跟这个前面 是不是基本上来说 我们根本不用考虑 这个是件事情 因为我们已经成功y次了 这边本身就有 y个成功的 所以它上面的话呢 是有p有几个y呢 p要连续成y次 再来就是 q的话呢 是n减y 我们上面的话呢 这是母体的 整体的资讯 这是我们的总和 这个总和 能不能够反映 这里面的资料呢 可以 我们发现怎么样 我们发现 这底下的话呢 这个是一样的 它跟p没有关系了 那么我们说 假设跟p有关呢 假设跟p有关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这个y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估计 这个统计量 根本没办法去估计p了 那么说起来的话呢 我们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充分的去表达了 整个母体的状况 有没有表达了呢 有 那就是充分的统计量 它可以相当于是说 这边有一大堆的资料 有n比资料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资料 能够缩减变成了一个y来表示 就是说 我们这边有一百句话 我们的话 能不能够用一句话来去 一以贯之 如果说能够更加的缩减 更简单的话呢 那能够表达它了 那么 我们就说 它是原来的这个 它的统计量的充分估计量 所以 y是p的充分的估计量 它能够缩减 而且 它有表达到母体的状况了 那么 这就是我们大概的话呢 给各位同学介绍 充分统计量的一个观念 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充分性 充分性 这个单元的话呢 比较困难 理由就是因为 它后面涉及到的 很多的 有关于 数理统计的部分 高等统计的部分 它里面有很多的数学在里面 那么 我们在这里 只是做一个 简单的观念介绍而已